好,今天早上他们是东南亚服的209版本更新了 他们在凌晨5点的时候更新,但是我应该在接近6点的时候才注意到他这个链接更新了 然后我更新完之后发现有一些新的东西 他们这一次是on air版本,第一个版本是17号到下一个月的22号 这段时间的这些东西都是有翻译的 但是在后面那个版本有一部分是没有翻译的 然后我应该注意到了一些怪物 新的怪物也注意到了一些新的运步 后来发现就是perfect ranger的第二季 perfect ranger在8月份的时候就是一个猫的活动 那这一次可能会有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那他这一次还是主打新加坡的这些地图 但是不一定是跟猫有关了 但是不一定是跟猫有关了 这一次 先主一看一下这些新的地图 这些东西都是没有翻译的 他只有到第二版本才会翻译 新加坡 它是由原来的克里地亚斯王国的地图改编而来的 那么估计是有一个活动的地图 然后你进去就退就退出来这样 咦 这都是新地图 都是新地图 那我你去看一下 就是他在更新这一些地图的时候 他多了一些新的怪物 这一些原本是新加坡里面的怪物 他有一些没有翻译 有一些翻译 新加坡里面是主打底波 就是这个叫slime 这也叫blackslime 那不知道 不知道为什么叫底波 但是他里面主打的是底波里面的怪物 所以 他在这一次 爸爸ranger第二季的时候也是多了 这么一堆 关于底波的怪物 这个是新的怪物啊 他跟那个小的不不一样 跟这个不一样 然后有一个新的boss在后面 然后有一个新的boss在后面 这个是没有翻译的 叫quickslime quickslime 就是快速的水灵 那其实脚踏板车 我看到这个boss 这个boss 这大的一只 可以看一看 这个b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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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那个角有点像品克斌 然后他死的样子有点像那个 在那个阿尔卡纳里面的不协调精灵那一只 有点像他一样 然后这是他的这些龟 也是在perfect ranger里面 有灰 好这是滑水 然后他们里面不是刚刚有一个圣诞老人吗 所以有可能是 恰好在圣诞节期间可能会出一个跟滑水有关的东西 可乐迪波 这个怪会飞呀吗 Fly 好 好刚刚我发现第一个图是有水的那个图 他有可能就是在水面上移动 如果碰到他有可能就是他自动死了这样子 所以他属于障碍物的怪物 所以他飞的意思就是在水上飘浮的那个意思 飞的状态就是指在飘浮的状态 海豚 嗯 有的污秽 这些都是没有安逸 那些小章 这些海浪啊 海浪啊 就是一 这是我一针的怪物 它可能是做到那个效果用 我先看了这里单位 看一下有什么新的东西